前国民党立委罗辅助国会助理贵俊杰 4号遭简连约谈 试图隐匿身份被试破 询问后请回离开 贵俊杰被连质署照上 就是因为柯文哲大手笔 买下的4300万商办和他有关 4300万的金流从我们账户出去的 我有网银可以拿到的 我已经有提供了 陈佩琪昔日喊约 认为4300万买商办 一切合法合规 陈朱的惠俊杰当时声明 6月被告知屋主已更换 诸约延续到明年 强调根本不认识柯文哲 但收好的4300万商办 民众党提供的买卖契约 仅有61万 其余的金流去哪了也引发争议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买卖 或者是实际上它后面背后 有相关的收费的对价性 我们不会觉得很冤枉吗 简连持续追查 第十度提训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以及六度提训前殡仪局长朱雅虎 但两人抵达北检后 各自又被载往连政署进行问序 对这间抗告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 彭震生委员律师李岳阳 一早赶赴连政署裴珍 透露针对严压两个月 下午将提出抗告 同时神经经的抗告书 自扣以送往北院递交 连政署4号传判4名证人 其中还包含公务局长黄一平 5号再传两名证人 金华城弊案进入尾声 检方最快将在年底前癥结 得在剩下时间内 巩固柯文哲受惠罪嫌 拼起诉 赛林区的河梦哲 是参与N小组台北仓报道 至少 爆裂 文哲